歡迎來到WAPA的各種開箱 我們今天我們要來介紹這個 USB的鍵盤吸純器 那我這裡面有兩個 要直接把它打開吧 這樣就只要199這樣便宜 我們就實際看看它好不好用吧 這邊是 然後我這個保護 然後就是這樣直接附給你兩個 然後裡面就是這個 然後它是一個綠色跟一個黑色 這樣子 那我們就用綠色的好了 可以我們已經拿開打開的那個綠色的 它這個頭呢可以隨便給你看 你要這種 這個奇怪材質的頭 這個刷子頭都可以 那我們就先用這個奇怪材質的頭 然後呢這邊呢是這個行動電源 就這樣介紹過 如果沒有看過的人可以點這邊的資訊卡 這個是蠻保護的還不錯的 這個呢就是DHC 然後這邊就是DHC 欸對它不用用 這邊的孫舊服 它這個好像是要一直插著電 不能不能充電 這邊直接接上去 一接上去就有電 這邊的孫舊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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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就先打開看一下 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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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建 為什麼咧? 為什麼咧? 好像不OK 那我們就先研究一下吧 OK 我們測試之後 我們發現這個超潮的 因為它這邊有點接不起來 然後它整個真的弄得滿淡的 所以它這邊有附個燈 還滿貼心的 我們就直接開啟 為什麼又不行了 欸? 對 然後它這邊有一些 就是濾網的東西 啊為什麼要不顯開了呢? 我們再研究一下看看 OK 我們經過測試 反正這個黑色比較正常 剛剛那個已經壞掉了 所以我就用黑色的來測試看看 它這個呢就比較正常聲音也OK 然後這個點就這樣 然後這個點就這樣 那我們現在先把垃圾倒出來 測試一下它的吸音 就用這個好 這邊接 它的吸音其實還滿夠的 但是就是說 它太吵了 然後就是很長 然後就是很長 那我們現在就是來 測試一下另外一個刷頭 但是我說 它就直接進去 它是吸的起來的東西 就是以後這個東西太大了 所以吸不住 就是正常 它沒有燈就是讓你叫聲 你看這邊有垃圾 有垃圾 那那個就是這樣的喔 以上就是Rubber的Google 黑箱粉 記得訂閱 分享 並且按讚 掰掰